身穿白衣的筆身 弓箭在桌子前 一字一字的寫出了签诗 历时两个多小时 2024年的国运签 终于出炉 透过四百多字的签诗 庙方人员解释 2024年的整体运势 家开诗运乐无穷 成长红土无古风 象征着新的年度风调雨顺 而且会下雨 不用担心缺水 属于中上签 而其中的农历四月 签诗中也点出了 神农公罩万人人 这时间点刚好是520就职 新上任的总统 会带来新气象 希望赖金德 还有新的内阁 立法院的监督 能带给我们国家 老百姓真心真念 能照顾老百姓 五甲管理庙 每年都会最早开出国运签 先前预测蔡英文当选的 台湾首位女总统 而这一次 2023年的国运签 农历九月的 菊尊古道学中庸 法海无边胜德从 电出了中和德 地方上视为是 精准预测出 赖金德当选 检举出来嘛 那就有新的气象 那觉得说这样的话 会不会我们的国家 还有我们 我们的人民会更好 最早国运签是中上签 接下来包括了台南南昆升 桃园仁寿宫 还有台北的大龙洞保安宫等等 预计也在大年初一 开国运签 让人拭目以待 三连新闻连贯志 朱宜荣高雄报道